这楼家可真是气派 照理说 二房的戏院 应该比大房的冬院 小上一件 但你看 根本没有小上多少 多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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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定是程伯夫人 与少商吧 少商 这位是你大伯母 这位是大郎心腹 大伯母 樓大夫人好 少商 见礼 大伯母好 你只管喊我炎鸡鸭子便好 待日后你与阿姚澄清 再改口也不迟 炎鸡鸭子安康 要不先落座吧 快坐下说话 坐下说话 帝父真是好福气 这心腹容貌挑得一个胜过一个 可不是吗 少商真真是把咱们全家女娘 都比下去了 既孝顺又和气 对阿姚又关怀备至 如此心腹 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既是你和阿姚都喜欢 我也就放心了 四父是答应这门亲事了 我要是再不答应 阿姚怕是不会再理我了 明日我就请屋主占卜吉日下定 太好了 过来 过来 仓皇之间不及准备 少商 你拿着这个 就算作是信物吧 娄大夫人 占卜下定之事 倒也不用如此着急 虽如今国定民安 但毕竟也会有变数 此刻咱嫁娶之事还为时甚早 不如再等等看 待一切稳妥再说 还有何不问妥的 你倒这真是 帝父仓皇之间随便给的信物 这欲绝可是他当年的陪嫁之物 随身多年 当初还以为 能给阿班心腹 如今却给了少商 看来 帝父果真更喜欢小心腹啊 瞧我失言了 年纪莫往心里去 你君姑定是也疼你的 绝不会厚此薄彼 燕家子 我听阿妖说 这楼家最好的信物 早已在你那儿了 燕家子是在大雄出游时相识 大雄出行之时生无常物 所以亲自为燕家子 打了一面铜镜 这就寓意着 心如明镜 百首护不移 我想 这天下所有的欲绝 加在一起 都比不上那面铜镜 阿子说是吧 少商妹妹说得对 楼家最好的信物 父亲早已赠予我 少商说得对 说得对 我真的是老了 竟忘了此事了 我家大郎啊 擅长书法 他还在镜子后面啊 用不同字体 刻了一手奸家呢 少商 你来了 阿遥 长辈们都在此 你的眼中 就只看得见心腹吗 好 素日你大伯教你进退硬局 可见也未曾记在心上 我 阿遥最懂李说了 阿遥此番做 这是打心底里 没把大伯母当成外人 阿遥 你寻的这个人 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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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许你大伯父回来 定亲非小事 许多事还需要她来定夺 我这儿 我这儿就去 带我去看看 所以我来吧 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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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遥